男孩将手办放进柜子 开门后 竟全都活了过来 他们展开大乱斗 黑武士大战哥斯拉 美国翘臀对战机械战警 你刀我一枪 谁都不服谁 可男孩忽然被他们发现 眼见就要给围殴 吓得他赶紧关上柜子 接着男孩又放了的 印第安人模型进去 等开门后 模型果然变成了活人 小安躲在角落微微缩缩 妖兽 这世界咋还真有巨人啊 只见男孩伸出手指 往小安摸去 结果对方掏出匕首 老爸就进屋叫他去上学 吓得男孩立马锁上了柜子 等放学回家 男孩一个剑步冲进屋里 他打开柜子 奇怪 咋的活人又变回模型了吗 男孩只好先关上柜子 接着再次打开 果然 小安又活了过来 男孩赶紧上去搭话 你咋的那么小呢 不不不 我不小 是你大 不不不 我不大 是你小 那到底是谁最大呢 原来 是屏幕前的你啊 获取了小安的信任后 男孩缓缓伸出手 让对方跳到自己手上 他捧着小安仔细端想 乖当 你是真低小 随后男孩拿着塑料帐篷放进柜子 变成个真帐篷 并放到小安脸上 诺 这就是你的家了 等到天亮 小安坐在男孩床头 说他的帐篷太小 现在想造个大别野 于是男孩将他带到室外 让小安在那收集材料 而对于这位缩小人而言 正常世界的一花一草 在他眼里 简直就是一棵棵苍天大树 哪知男孩一走开的功夫 小安就遭到鸽子袭击 把腿都给啄出血了 这下 可该咋整了 这是能把手办变成真人的柜子 男孩将医疗兵的模型放进去 在开门时 医疗兵就活了过来 接着男孩把他放到印第安人面前 可把医疗兵给吓了一跳 爱骂 这咋的是印第安人 立马 咋的是个英国人 算了算了 还是救人要紧 只见男孩拿着放大镜子细端降 亮到反光的脑壳 质感满满的衣服 这一切都说明了小人们都是真的 没几分钟 小安的伤就给包扎好 男孩便把医疗兵放回柜子 再次将其变回了模型 紧接着小安开始造房 却没把像样的工具 于是男孩复活了个中世纪骑士 一把抢走对方斧子 可把骑士给整蒙了 但又把斧子还不够 男孩又搞了台挖掘机 妈妈再也不怕我建不了房子了 安置好小安后 男孩就跑去上学 等回来后 也就一天时间 小安就把房子给造好了 可看着小安孤身一人 男孩便拿出个印第安老人 想和对方做作伴 哪知复活老人后 对方一看男孩这百米巨人 就瞬间吓得心脏病发作挂踩了 而按照印度安人的传统 男孩和小安把老人埋了起来 这样就能确保人死后能上天堂 之后 男孩把柜子的秘密告诉好机友 但对方调皮上头 就瞒着男孩便了个西部牛仔出来 结果马儿一个急刹车 就把牛仔狠狠甩飞 好在男孩一个飞扑 这才保下牛仔一命 而此时牛仔醉气熏天 走个路都摇摇晃晃 还以为机友是查他酒驾的 直接就一枪过去 打得机友都要哭着回家找妈妈 紧接着 牛仔越过被子 发现了地上的印地安人 就在他要拔枪时 男孩赶紧拎起牛仔 关在衣柜让他醒醒酒 哪知隔天一睡醒 出大事了 这俩手办化成真人 在房间里互掐起来 哪知印地安人一箭射去 把西部牛仔的马给吓跑了 接着趁对方不背 小安还把牛仔帽给射废了 男孩健壮 赶紧跑来劝架 一个放上床头 让他们不再偷偷掐家 男孩便把小人们 放进包包带去上学 怕两人磕到脑震荡 他走个路都小心谨慎 像是在当贼一样 哪知机友见到他 就嚷嚷着要把包包给自己背 结果一下课 机友想把包里的小人们 展示给同学看 男孩健壮 立马冲去阻止 看俩小孩起了争执 老师跑来说要检查包包 本以为包里头的两人要被发现 却不料 小安和牛仔居然识相地扮起玩具 这才逃过一劫 等回家后 男孩拿出个模型 说要给小安找老婆 哪知刚想放进柜子 柜子却不翼而飞 原来是男孩的哥哥收了起来 可麻烦在于 钥匙也不见了 但忽然 男孩听见地板有动静 手电筒往内一招 钥匙就掉在了里头 于是小安自告奋勇 钻进了地板找钥匙 最终钥匙拿是拿到了 后头却跳出个杰瑞 可把我给吓惨了 然而晚上在看电视时 却播出了西部牛仔 对战印第安人的视频 牛仔看得起劲 小安却无比气愤 他拿出弓箭瞄准电视 想要救下族人 结果身后的牛仔一嚷嚷 就导致小安往后一射 正中牛仔胸膛 看着对方奄奄一息 小安更是百般自责 于是男孩再次变出医疗兵 让其去救治牛仔 好在并无大碍 牛仔没一会就苏醒了 而经历此事后 小人们都认为 是时候离开这巨人世界了 尽管大伙都很不舍 小人们都还是站到了柜子里 他们和男孩互相道别 便摆出最后的姿势 再次变回了魔形手办 那么如果你拥有这神奇的柜子 你最想把什么变成真人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魔鬼小骑兵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